大家好,今天我来向大家演示一下江泡260的一个安装过程 首先,我手里是一块主控板 将XT60的一个电源插头朝着自己 我们来看到,这边有两个插槽 左边这个表示是接的一个是摄像头 右边这个是接的图传 我们再注意到这四个角落上还有四个插头 它分别接的是四个机密的LED灯 我们再看到这四个角上有四组2.0的一个香蕉头 红色代表电源的正极 黑色代表电源的负极 黄色代表信号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根线千万不能插错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机闭的安装 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多轴架子已经装好了 可以看到,这个机闭的电机顺序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号,这是二号,这是三号,这是四号 那么在主板上也有相应的编号,这个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机闭安装当中有一个比较注意的事项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摆放了四个机闭 大家注意到,这个机闭,罗帽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LED灯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我左手这个机闭,它是六个LED灯 右手是四个LED灯 大家一定记住,电源插头朝自己 这是机头方向 机头方向需要安装六LED灯的机闭 机尾方向需要安装四LED灯的机闭 也就是说,我右前的这个机闭需要安装这个黑色的机闭 左前,安装这个银色的六LED灯的机闭 那么右后,安装银色的四LED灯机闭 左后,安装这个黑色的四LED灯机闭 脚架的安装,请注意 这一头,出厂的时候已经安装完成 另一头,务必安装在两块板的当中 这一步,我们介绍一下外设的接线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线都已经接好了 那么,左边这个插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 我们已经连好了摄像头 右边这个插槽,我们已经连好了突传 那么这是接收机的一个连线 从左往右,依次为一到六西化线通道 那么这个一到六在主板上都有标识 大家可以清楚地找到 一定记住,白色的信号线朝前 一到六分别于接收机的一到六通道接好 那么一到六的一个通道定义是这样子的 第一通道为复翼 第二通道为升降通道 第三通道为油门通道 第四通道为方向通道 第五通道是一个功能切换的一个通道 第六通道是云台的一个抚养轴的控制通道 云台采用两颗螺丝固定在上盖板上 再安装在整个机架上面 云台的控制线走向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阻碍云台的抚养轴的运动 固定好后将出船放在这个位置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口 与PC进行连接进行调参 现在我们开始讲调参 第一步 第一步 校准加速路计 校准时 请将飞行器放平 第二步 怠速的设置 1180是我们给出的一个怠速建议值 第三步 PID的设置 红圈范围内的数值 也是我们的建议值 设置这些参数 可以使您更快的入门 第四步 遥控器的校准 在这一步当中 我们要做以下几个动作 第一 正反舵的校准 第二 形成的校准 第三 油门解锁的设置 同样 红圈范围内的数值 也是我们的建议值 点击保存 即可完成遥控器的校准 最后一步 是模式的设置 图中几个选项 是我们的建议自稳模式 那么设置保存后 红灯长亮 切换开关为第五通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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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